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1月8日 我是王柯 这两天本来不想就一些实时问题 做一些评论 因为我正在考虑做一个系列 或者是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 或者是关于中国的近现代的民族问题 或者就直接就是关于新疆问题的这样一个系列 我正在考虑它的这个结构 所以比较费时间 第二点是这个月底我需要教几篇论文 这个它那个时间到了 我必须再教上去 就再感谢论文 第三个就是我受点小伤 自己在整理自己的院子的时候 受点伤 不方便写字 也不方便这个打字 但是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 因为它有关中日之间关系 我最后还是忍不住了 总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因为很多朋友 他们没有注意到 世界上这个 不是日本方面的反应的问题 最重要是它本来就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常识在里头 很容易判断出是非的 那就是日语的问题 好 我现在说一下就是 是什么事呢 就是11月4日 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 又是朝阳区 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 是什么呢 判决的内容是 日本的无印良品的中国公司 因为损害了中国的持有无印良品 这个商标的公司的名誉 所以要向这个公司赔偿40万人民币 关于这个 就是说这个商标究竟是 哪里是原来的商标 哪个是山寨版 哪个是正版 已经有过很多的这个报道了 我回头再会把这个过程 再给大家慢慢再讲一下 但这次这个出来的时候 这个我看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注意 不仅是这个日本 中国也有很多人注意这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问题 原因没有别的 原因说的是什么 大家都明明都知道 是谁投了谁的这个商标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 日本很多这个反应 他并不觉得 大家就说怎么 没有表现成非常惊奇的态度 可能让很多的中国朋友 觉得吃惊了 或者说失望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他们是这样说 那个我稍微介绍几个 第一个就说 有人就说不愧是中国 不愧是中国 第二个就说就是这么个国家 在这个国家这个逻辑什么呢 就是说你被强奸了 你被强奸了不是这个对方坏 而是你穿的太好了 所以你被强奸了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伦理或者是道德标准的国家 你有什么办法呢 在一些文明的国家里面 也可能有人这样想 一个女的被强奸了 可能这个女的是太招摇过失 有人这样想 但是文明的国家绝不这样说 因为对方绝对是一种兽心 但是在一个怎么说呢 一种野蛮的国家 这个就变成了一种道德 或者是一种是被允许的一个逻辑 或者是伦理了 那就指的是中国 还有人这样说就说 这个信善说 也就是说你相信人一定会有最起码的 这种道德的这种怎么说呢 这个底线 这个话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这个我不都说了 这个我就看了一下 这个中国的这个网友们的反应 我查了一下这个就是中方 这个所谓的持有无印良品 这个商标的公司的一个网页吧 让我非常吃惊的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网友的一个 对这个公司的那种 就怎么说的那种骂声吧 大大超过了日本 他们这样说 有这样说就说 怎么说呢 那个不要脸之急 有人就直接说不要脸之急 还有人说丢人现眼 有人在说丢人丢到全世界去了 这就是为我争光吧 总之这个怎么说呢 大家是是非分明是非常清楚的 我想在这边再介绍一下 这个两个公司之间的这种纠纷的这个过程 日本这个无印良品呢 在那个无印这个词价 中国就叫Muji 对不对 用那个英文词音来叫Muji 发音来的 这公司成立于1980年 当时他们遵守了一个 就是遵循了一个概念 叫什么呢 就是说No brand goods 就是这样的说 没有这个商标的 或者是没有名牌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牌 因为当时这个世界上都掀起了一个抵制名牌 这样的一个风潮 因为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这个生产的过程 同样的什么 可能质量上也许会好一些 但是一挂上名牌的这样的东西的话 它就好像贵得不得了 所以世界上很多人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 怎么说一定的这个警惕或者是反省吧 当时就出现了这些风潮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No brand goods 就按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这种当时的人们的这种心情吧 就译成日文 就是什么 就是无印良品 就是说不见得有这个名牌 这个印就是这个名牌 这个牌子这个意思 那是良品 没有这个牌子 没有这个名牌 也是好东西 用这样的一个想法 来那个用的这个 用的这个 用的这个牌子 他们在1983年就已经那个 有了路面店 这是在东京的青山的一个地区 但是这个 北京的这个现在持有 所谓持有的这个 这个无印良品的公司 叫北京粘田公司吧 他们说的什么 他们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 当时的海南的南华 失业贸易就注册了 无印良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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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商标吧 因为他们受到了当时一个 在东南亚的这个 一个音乐组合的这个 其实的音乐组合名字叫 无印良品 实际上他们说假话 因为这是在2004年 这公司才注册了这个商品 海南南华呢 是2004 对不起 刚才200年4月才注册了商品 2004年 他们把这个商标呢 卖给了这个北京粘田 2001年 这个日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日本无印良品 就像中国这种商标局啊 就提出了 这个注册是不对的 但是中国商标委员会和商标局 最终还是认定 中国这个公司的这个注册是合法的 2005年日本这个无印公司 就已经这个公司 因为这个看到中国这个市场的商机 也就来到中国发展 要中国发展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很有意思是 在这个公司这个 他们来的时候 这个北京粘田还没有 把这个自己这个无印良品打出来 或者说没有这个开店吧 到了2011年 他们才开始在北京 有了第一号这个路面店 这个店的这个 大家看完都觉得很奇怪一下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这个从这个店面的 这个外边的这种招牌 里边的这个布置 还有这个商品的这种 商品的这种 商品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的 商品的这种 商品的这个 形式吧 还有这个 甚至到这个商品的标签 都和这个日本 这个无印良品 是非常近似的 尽管如此 出现了怪是什么呢 2015年的时候 这个北京粘田公司 状告 这个日本的这个 无印良品 说是他们 这个 侵害了 他们的这个无印良品的 这个商标的 这个商标权 这个 这个 2018年的时候 这个北京市中级法院 居然就判这个 北京粘田公司 胜诉了 当然这个 这个不服啊 这个日本这个 无印良品不服 上诉了以后 就到了高等法院 接着又判他们是 这个地方胜诉了 他们是败诉了 这个日本败诉了 日方败诉了 这个日方判定就是要 赔给这个 这个北京粘田 六十二万六千 六千元吧 同时这个 规定的就 判决这个要 日方的这个 就是日方的一个 在中国的一个分公司 无印良品的分公司 要登出声明来 登出声明来 自己以后再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商标了 不能用这个商标 这个公司一看着 北京粘田一看 接着又来告这个公司 告这个北京 对不起 中国的一个 对不起 日本的一个 无印良品公司 这个中国公司 说他们是对他们 那个名义 那个怎么 损坏他们的公司的名誉 结果这个判决又出来了 就说的就是 11月4号 这个公开的这个判决 是什么呢 这次又是日方败诉了 又是日方败诉了 第一次败诉的时候 中国的很多媒体 用这样的标题来报道 说什么呢 山寨版 山寨版战胜了真版 这次又是什么呢 又是这个 又有人在说 是山寨版再一次战胜了正版 当然这次是这个中国的媒体 没有人敢报了 现在都是个人这样的一些人 提出这个 这种说法的 那个在我看来 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 就是说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要说的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 究竟有多少山寨版战胜了这种正版呢 我们谈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商标的问题 它本来也是标签吧 这种本来很多的政治术语都是标签 我要谈的是这个在政治的世界里 例如在中国 人民共和民主人权宪政投票 不都是这样的吗 不都完全是一种 怎么说呢 在中国被阉割了的一种 那种怎么说呢 那个正版被阉割出现的山寨版嘛 所以的这个全国成民主了 各种各样的类似这样的 我应在那个 我的以前的节目都谈到了 每次节目都有一个一个标题吧 标题里边或者说有一个核心词吧 请大家有关键词 请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 每次会谈到一个词汇 或者都谈得比较深 这个原因这些东西 这些山寨版能够在中国 能够怎么说呢 领先或者说具有量发言权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因为是官方认可的 我要说的是这样 在中国被官方认可的山寨版 实在是太多了 或者是这种山寨版 经过官方认定了 它就不是山寨版 它就一定要战胜正版了 那这个我要在今天说 刚刚谈到就说 实际上这个判断 谁是谁非 最简单 非常简单 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这个蒙基罗西 就说这无印良品它完全是日语 完全是日语 这个用中文说这无印良品 他们解释什么呢 这个北京联天公司说什么 无印 无印染的好东西 简直是开玩笑了 这个无是没有 没有的这个东西 这个西路西什么呢 就是一个商标 或者名牌的商标 它本来就这个意思 用中文本来就解释不通 说那个马来西亚那队就是在90年代 这个音乐组合 也仅仅是很短的时期 就两个人分手了 而这个 他们用这个组合这个名字 也一定是受了日本的影响 因为这原来就是日语的 用日语解释非常好解释 我们中国人说好东西 说良品吗 说良品吗 跟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不怎么说的 这个良品本来就不怎么说 这个大家都知道日本说良心大大的 坏了坏了的 这个良是日语的这样的 用的比较多的问题 比较多 那个我今天再说一点 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 我就觉得看这个事情完了 让我们觉得非常痛心 什么痛心呢 我本来是一个讲 非常讲究道德的国家 我们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谁是谁非 本来是一目了然的 日本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日本这个国家是 它知道羞耻心的国家 也就知道 是好是坏 大量的人能够做出 能够做出 能够做出 能够做出判断 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家 在这个国度里面 因为这种被官方鼓励的 这种山寨版 一定能够这种 怎么说呢 战胜这个正版 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之下 思维逻辑之下 我们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相信了山寨版 实际上我们也丢失了 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个 我的这个祖国的人民 祖国的这样 各种各样各个层次上的人吧 同样也丢失了 自己的最起码的 道德 道德意识 太可惜了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是王柯 大家再见